很多人或许都曾经使用Google地图卫星空照图的搜寻功能 不过最近,冰岛西侠湾地区的博龙加维克镇 就向Google地图投诉,说Google的卫星空拍视角 把小镇拍得太白了,要求Google地图改正 博龙加维克镇是人口不到1000人的小渔村 在Google地图上还没有接警功能,卫星空拍 是目前能让外地游客一窥小镇样貌的方式 当地镇长表示,尽管常常下雪 但只有一片白的空拍街景令人难以接受 因为,博龙加维克镇有冰岛最古老的捕鱼地点 在夏季气候相对温暖时 这里是许多冰岛当地游客最喜欢造访的度假地点 镇上有露营地点、历史博物馆和露天钓鱼博物馆 还能骑马和赏鸟 生活机能像是银行、邮局、酒吧、学校都非常完善 当地居民担心,在Google地图卫星空拍下 博龙加维克镇全镇都被白雪盖好盖满 会让观光人潮受到影响 毕竟,现在可能有千万人在网路上搜寻冰岛旅游的资讯 看到这个小镇除了雪之外,什么都没有 很可能就决定不来了 镇长发起了一人一天一性的活动 直到小镇的卫星空拍,从冰天雪地的景象 改成夏天绿意盎然的景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